如果白起没有被刺死 秦国有没有可能提前完成大一统 按照白起大神 这种出手就是团灭的打法 如果他没死 那秦之外的六个诸侯国 必定会结成更稳固的联盟 一起来对抗秦国 白起之所以创造战争神话 除了他自己的军事天分 另外还有两个重要因素 第一 勇猛好斗的秦国士兵 战斗力确实彪悍 第二 就是秦昭相亡 对白起的绝对信任 如果这两个条件不存在 那白起就算有通天的本事 也是巧妇难为五米之炊 长平之战 白起斩首坑杀赵军45万 白起给秦昭相亡上书 想要趁着大胜之际 一股作气彻底灭掉赵国 刚刚经历大败的赵国 此时国内精锐士兵实不存意 首都寒淡 护丧声不绝于耳 斗智和战斗力尽失 所以白起趁势灭赵的想法 站在军事角度来说 是绝对的正确方针 但秦昭相亡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 断然否定了白起的建议 赵王一听说白起要灭赵 联盟派说客到秦国 他们找到了白起的头号政敌 秦相范居 表示赵国愿意割地求和 秦昭相亡一听范居的呼咬 不用打仗 也能获得赵国土地 自害到不行 于是下令让叙事待发的白起撤兵 白起回到咸阳后 遭到范居的各种陷害 导致秦昭相亡与白起二人之间 君臣离心 最终秦昭相亡赐死了白起 所以总结来说 秦国有没有可能在秦昭相亡时期 提前完成大一统 关键不是白起死没死 而在于白起和秦昭相亡之间 是否能相互信任 君臣一心 二者有任何一方无法达成一致 最终的历史结局都是一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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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